下午3年,北京主帅最大热门出炉,游民恩师获将接触手钢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V的体育迷啊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V的几乎赛正在如火如则进行中 可以说作为CV来说几乎赛非常精彩 目前来说几乎赛已经进入了八进四的比赛 在之前作为传统阶级队的北京队是意外输球 可以说输球之后呢,让好的球迷不能够接受 因为在本赛季,北京队也是接连大输笔 引进高水平的球员,也是期盼能够在本赛季啊 能够有所作为吧,但是呢比较遗憾 输给了名不见经常的级阶级队 输球之后呢,作为北京队来说 他们也是在本赛季的任务正式完成了 可以说随着主教练亚林斯的正式辞职 作为北京队来说,确实需要重建了 在最近几年,虽然说北京队都没有打进过四枪 但是呢,作为一个传统的强队 而之前也是获得了三次冠军 可以说北京队呢,一直都是传统的禁队 他的主帅到底是谁呢 这样很多球迷也是比较关注 因为目前来看,这些球队呢,确实需要重建了 就在之前也是据这名媒体报道 北京队呢,很有可能继续选用杨帅来执救北京队 作为球迷来说,有的球迷是期盼谢利斌能够执救北京队 但是目前来看,谢利斌执救北京队的可能性啊不是很大 如果继续选用杨帅来执救北京队的话 可以说很多球迷是直言 用谁呢?用勇纳斯 作为勇纳斯来说,很多球迷也非常熟悉 他也是曾经长期的执救中国队队 也是两次率领中国队队,闯进八强 而且也是作为姚明的恩师 也是率领广红队,获得过总冠军 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功勋教徒,冠军教徒 如果勇纳斯真正能够执救北京队的话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目前来看,勇纳斯对于整个中国队球来说 确实非常熟悉 他也是对于每个球员特点来说也是比较熟悉 作为勇纳斯来说,如果他真正能够拿起叫边的话 可以说作为北京球员来说是有福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北京队能够请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教练 来执救北京守光队 因为这群球员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